好,應該由星期二開始 新一輪的12月份施工情況 由LP6,然後到Marini 然後LP10 今天會講到Sea to Sky 有些朋友心水很清晰 昨晚偶爾PM Wippy 說Sea to Sky可不可以講一下內圓 究竟看到什麼 Wippy 嘗試拍一兩張照片 今天去介紹一下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Wippy 嘗試頻道 未訂閱及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有一點不同 今天想借一點時間去講一個聲明 不知為什麼 可能一些打手 終於到處找人留言 我想說清楚 如果你看到留言部分 就發現有人不斷說粗口 垃圾頻道 然後沒有內容 沒有內容 沒有內容 應該是連影片都沒有看過 不斷針對這個頻道 不斷罵 所以 Wippy 想借一點時間去講 這些人 其實Wippy 跟他沒有任何交割 也不知為什麼 他們不斷在這裡留言 流粗言畏語 垃圾頻道 不斷罵 不知有什麼得罪他 他也沒有說為什麼 他只是說出了很多垃圾片 那麼 Wippy 不想再浪費時間 在這些人身上 希望這些人 就不要再浪費時間 在Wippy 頻道上身 Wippy 也不想把這些人的留言 登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會覺得很沒意義 只要是鼓吹仇恨 這些人不斷散播仇恨的言語 所以 Wippy 希望他有一天 他會知道自己做的事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不需要再做這些事情 把時間花在其他有意義的身上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 我們進正題 首先 一些新聞更新 昨天Wippy 看報紙 看到這輯新聞 就即時上載了 我們群組的頻道 講LP6 租金一房 去到12000 Wippy 印象之中 應該是最便宜 暫時未見過更便宜 其實想回應一些朋友留言 因為朋友留言 提議說 每個屋院的赤價有什麼不同 其實Wippy 開始覺得 為什麼不去講這些樓價呢 特別去講每個屋院的樓價 比較難說 因為時間性 今天的樓價和天天的樓價都可以不同 就算同一個屋院和樓層 樓價都會不同 所以 所以 未必找到一個好客觀 或者是比較適合 現在Wippy 用的方法 去討論的題目 遲些可能 Wippy 去吸收多些資訊 或者 用一個特別的方法 又創意的方法 去演繹一下 和樓價有關的東西 好 我們說回C2Sky的施工進度 其實昨天說 LP10亦有少許C2Sky 因為 在說LP10的樓層和C2Sky的比較 尤其是TOWER1 就拍著 LP10的旁邊做 想看看哪邊高一點 有個很有心的朋友 就留言 指出Wippy 有個錯誤 Wippy 很明顯 躲入了一個比較低層次的錯誤 所以很感激 這個朋友提醒 因為 Wippy 拿了C2Sky 入面的TOWER1 60層 就和LP10 旁邊的座 去比較 那座應該 要不就49層 要不就53層 理論上 60樓高於53樓 Wippy 應該看到售樓書 就看到 這個一座 寫著60樓 現在在照片看到 但是 朋友就很深水清 說得出 其實應該要減少 54 44樓的樓層 而且 C2Sky 是由5樓開始 Wippy 再看 樓書的圖 看得清楚 真的 其實要減少 44 34 54 這些樓層 再減少1至4樓開始 TOTO C2Sky TOWER1 應該大約 是51層樓高 所以 如果LP10 左邊 綠色沙 這座 是53層樓高 的話 理論上 計算層數 會多於 C2Sky TOWER1 高兩層 起碼 所以 這裡 花一點時間 更正 不好意思 說錯了這裡 也很感激 這個朋友留言 提醒 Wimpy 大家如果看到他的留言 都知道多一點 其實歡迎大家 給多一些有建設性的留言 我們可以討論 因為 Wimpy一個人 吃不完所有東西 當然 其實多些人討論 大家知道多些康城裡面的事 絕對對康城 對大家都是好事 或者我們很快去看看基本資料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Wimpy介紹 C2Sky在12月份的施工進度 C2Sky有三個TOWER 上面 第一層叫TOWER3 然後中間TOWER2 最底這層叫TOWER1 剛才所說的跟LP10最近的就是TOWER1 好 我們去片看看施工進度 這裡其實就是上個月的施工進度的情況 這個方向看上去 你看到大部分的沙已經拆了 除了一些露台位 還有一些黃色的沙包著 其他部分 中間 Wimpy上個月的影片 有看過的冷氣 窗口的位置 其實已經安裝了 好了 我們馬上去片看看12月份 最新鮮的情況 這邊其實就是內圓方向 因為有朋友特意問 來圓的情況是怎樣 這個其實Wimpy就是在 南邊平台入口那邊看上去的 其實這邊看上去 大部分都搞到七七八八 那剛才那邊的內圓方向 應該會看上這邊 商場北面平台入口 或者停車場停泊處的地方的景色 內圓景 這邊其實未直接看出公園 就能看出現在這個環境 那這邊這個 上車出口平台 還有再看上去就會看到 這個 LP6 甚至 Wings at C 那邊的 內圓的 向內圓的樓 在這個方向 如果近一點的內圓景是什麼 會看上去西面平台 那這邊其實有機會 去射區設施 不知道是學校還是其他 未確認到 再看上去這邊 就是第十二期的地盤 暫時的內圓景 近一點 就是大約在這 圓的情況 VIPI 發現CELO SKY 有一個方向 有機會看穿出公園 看到釣魚翁山 山邊這個位置 你可能需要站在窗邊 再打側望才能看到 這邊的內圓景就會見到 但如果你坐正你那座 靜望應該看不到這個方向 我們換一個角度 看看CELO SKY 另一邊的內圓方向 剛才看的方向應該是東南邊 而另一邊就會看這邊是東北邊 這邊的施工進度 看到沙都拆光了 跟另一邊的進度差不多 如果在底座這裏 其實就有個接駁通道 有蓋的 就去到Level 4這邊 我們看近一點看過去 看到冷氣都安裝好了 所以這邊的內圓景 會看著這個 四樓平台的夜景 所以如果有朋友留言 想看看這個內圓景 看到什麼 其實就看看你是哪個方向 如果在這邊 就會看到四樓平台 看到智南天 首都 大約的景 好 我們換個方向 看這個位置 看西北邊 就是向海的方向 這邊的進度 跟來源的進度 都差不多 其實沙都拆光 露台的位置好像整齊 很大 這個另一個位置 看回 過來同一個 Tower 3的方向 其實呢 多謝有朋友仔 就傳了一條影片給我 簡直 有一條影片 就是講回 Sea to Sky 的四房單位 裡面的內籠情況 其實裡面都做好了 可以看示範單位 其實你看到外場 一定做到更加 七七八八 好了 我們再站遠一點 就可以看 Tower 2 和Tower 1 向著西北方向的情況 其實你看到 這三個Tower 它已經沒有了 在最頂的天程 我們用回Tower自己的吊船 去開工 你看到 而我們看上去底座 這邊向海的底座 其實沙都已經拆光了 再近一點看上去看看 這個座 這個座 應該是其中一個 Sea to Sky 裡面的 一個海景 和張浩南 景色的座 之前有一條影片已經說過了 它這邊方向看到的海景 和後面山景的 樣子是怎樣 有興趣 麻煩大家看回那條影片 今天就不再重複介紹了 剛才看完影片 大致上是甚麼情況 我們就定一定鏡 看看外場 看看它的單位 你看到 它的設計 就是 冷氣機 就在窗台下面 冷氣 安裝好 窗框 都好似 如果窗台那邊 都應該好似整齊了 我看到 只剩下 膠 保護膜 保護窗台的玻璃 如果定鏡 就發現 有幾層 暫時就有幾層 還有黃色的沙 包著 那裡可能還有少許 要收拾 想說多一點 它的冷氣機位 在窗的下面 其實 如果要維修 就是一個 很方便的設計 因為打開窗 已經可以出去了 師傅 就不需要搭棚 這個設計 如果和 第一 第二 第三期比 其實就 好些 起碼 你省下搭棚的成本 但是 看到 另外一個 冷氣機 其實 就會和 你的窗 有少少爭位 如果 你的冷氣機 那個 分體式 放在外面 散熱線 那個高度 會有一個限制 因為 你的窗 如果太高 就妨礙你開窗 所以這個設計 就有少少 辣位 就是 換冷氣 你的尺寸 就要遇到很準 不能遇到太高 太大的 散熱線 那些冷氣機 因為 可能 不夠位置 阻礙你的窗 亦都 Wippy 有些 認識一些新朋友 在 PM 的訊息 也有說過 這個朋友 說了一個 Wippy 都覺得很划算 因為 如果 這個情況 你在單位 看出去 由窗看出去 其實 會看到 少少 自己的 冷氣機 影響了少少 看出窗的感官 因為 突然看到 冷氣 在下面的方向 其實 會影響少少 你 看出去 海景 感覺 我們去 比一下 其他屋院的設計 例如 Malibu 它的冷氣機位 會全部放在 單邊 牆那邊 不會阻礙著窗 如果 早幾期 詳實 早幾期 設計 1 2 3 期 例如 智南天 冷氣機位 就在窗台的 上方向 亦都不會阻礙到 視野 另外 定鏡看 底座 施工情況 你會看到 外牆齊 很清晰 很清晰 有一行 電梯和樓梯 可以由 C to sky 上面的平台 落到地面 之前有說過 這邊 會建造 行人的跑步機 和單車鏡 上去D9幹線 可以 但是這個 向海的方向 除了這個 比較搶眼的 升降機 是有玻璃幕牆 之外 就不覺得 有很多地方 是有玻璃幕牆 看出來 感覺上 Wippy 覺得有點浪費 底座 如果有設計 看這邊 其實吸引力 會大些 今天就說回 C to sky 在十月份的施工情況 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看之前幾個月 C to sky 的進展 有什麼分別 可以去 Youtube Ribbit Channel 去Paylist 這個Tab 就有一個Tab 去放置最新施工情況 在這裡 你可以找回 11月 10月份 C to sky 情況大致上 今天說回 C to sky 在12月份的施工情況 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看 不好意思 開頭拿了一兩分鐘 說回嚴証聲明 希望 Ribbit以後 不用浪費時間 浪費心思 去想這些事情 因為 對這個世界 真的很沒意義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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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喝下 要喝嗎 抱歉Pay channel